国外的商店里经常会设计手拿金砖的活动,将一块亮晃晃的金砖放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箱中,然后在箱子上面只留下一个大小刚好适合手进出的窟窿,然后谁能将其取出,就归谁。 而这项活动也往往能为商家积攒大量的人气,许是被商店的玩法吸引了,一土豪小伙竟然在自家就做了这样一个游戏。 不过小伙用的不是金砖,而是一塌纸币,说玩就玩,小伙直接叫来自己的几个好朋友,然后当着众人的面,直接将一捆绑好的纸币塞进了箱子里。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,这个箱子设计的进出口方方正正,刚好够着一塌钞票进去,由此可见想要将钞票拿出来就困难了。 接下来小伙设计好计时器,首先接受挑战的是黄毛小哥。 一开始黄毛小哥也是信心满满,只见他一把就抓住了钱,可是等他将手往回收的时候,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,最后不得不放弃。 另一位小伙紧跟其后,他总结了一下经验,决定将钱侧着拿,然而理想很丰满,现实依旧骨感,刚到洞口就被卡住了,然后一不小心钞票掉了下去。 本以为这钱是没人能拿得出来了,然而一番挑战之后,最后平头哥成功将钱拿了出来。 相比平头哥的兴高采烈,其他小伙伴的反应就精彩了,不过萱萱不得不承认,估计也就土豪才会这么玩吧。